如今骇人听闻的海天圣岩事件已翻拍成电影 剧组也将拍摄过程放在微博 微博满是肉蛋四射情欲泛滥的图片 不少网友直批恶心 但也为电影持续炒热不少话题 有网友表示 广电总局就不应该让这种毁三观的烂电影通过审查 还有网友称我们不是应该抵制郭美美吗 怎么还有人邀请她拍电影 据悉该片《江游》曾参与过海天圣岩的某位平面模特 将整场事件经历口述成剧本 尽管网友不支持郭美美 但她工作却接不完 试图以工作挽回形象的她曾在微博留言 刚收工虽然拍戏很辛苦 但我很快乐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你们的肯定 但网友仍不领情 除了批评她真丑外 还说你拍戏保证转台 据悉除郭美美外 三位主演均曾开豪车 参加海天盛宴的海选 而影片内容也绝不会像海报上描述的那么融洽 制服诱惑姐妹背叛 两面三刀比比皆是 发黄的相片 古老的心 一句褪色的圣诞卡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 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 非 首宝